在张飞将军墓前常规这两个人 他是谁呢 一个叫张达 一个叫范强 就是他两个小人 把张飞将军的头颅给割了下来 最后他两个人也是没有好下场 这一期我们就来看一下张飞将军的墓 全国张飞墓有两座 一个在浪中 一个在重庆云阳 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 浪中葬的是张飞的身躯 云阳葬的是张飞的头颅 两处皆为全国温饱单位 张飞为什么会伸手益处呢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浪中张飞庙 探究张飞的故事 据当地的一些地方志记载 张飞庙始建于三国时期 在明代正德年间 得到了大规模的修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 都为明经时期所留 其主体建筑仍延续中轴县布局 由南向北 主要由山门 迪万楼 以及左右排放 大殿后殿 墓亭 及张飞墓 和墓后园林组成 值得一看的是 这个迪万楼最上面的牌匾 居然是台湾屠宰业给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张飞是屠夫出身 被奉辞为屠宰业的祖师爷 难道我们大陆的某会 某权没有什么表示吗 关于张飞之死 这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关羽被东吴杀了以后 刘备可是不会善罢担忧的 举全国之兵要讨伐 东吴 命令在浪中驻守的张飞 出击江州 张飞可是一直在等待机会 他自然是抹足了劲 要替二哥报仇 他命令下属张达 范强 三日之内打造出白甲百咒 否则军阀处置 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白甲百咒 就是白色的甲咒 这是张飞要指明替关羽报仇 三日问题不大 但是二人却听成了白甲百咒 三日之内交出上百套甲咒 是完全做不到的 最后可能会被张飞处死 所以二人一不做二不休 夜里趁着张飞睡熟以后 割下了他的头颅 准备拿去东吴领赏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大殿当中 供奉的就是我们的张飞将军 仔细来看一下他的塑像 一身的金装 这个是皇帝的装版 一身金衣 什么原因呢 三国演义里面描述的 东吴把张飞的头颅还给了刘备 既然归还了 那么云阳张飞墓 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三国志的记载 和三国演义的描述 是有出入的 张飞的头颅并没有送到东吴 张达 范强二人就听到了 鼠吴在一合 二人就吓得把张飞的头颅 扔进了江中 准备逃命 后来渔民发现 并打捞了起来 将其葬在了云阳 后来建庙祭祀 至此 三国民将张飞 也落了一个身手遗处 其实张飞最后被属下给害死 深层次原因还是张飞自己念他的苦果 张飞对比他强的人都十分客气 但他却不懂得体育下属 经常责骂鞭打 特别是二哥死了以后 张飞接近崩溃 下属对他可能是恨大于敬 感谢您的学生 靠近 靠近 2